台北市文山區變電所發生的 爆炸起火事件 造成雙北地區大規模停電 今天上午9點半左右 位在台北市文山區 景隆街的台電變電所 設備故障爆炸起火 附近居民先是聽到 巨大的爆炸聲響 接著還直接停電 範圍包括在台北市的 文山區大安區 還有新北市的中和區永和區 一共多達30萬戶 5000多戶停電 台電緊急啟動搶修 在雙北還接獲了 32件的受困電梯案 發生爆炸的變電所 還好現在火勢已經撲滅 沒有傳出人員傷亡 熊熊大火持續燃燒 濃煙直竄天際 消防車和救護車 緊急趕到北市文山區的 萬隆變電所 因為這裡突然發生爆炸 天啊 好大一聲喔 我想說你們怎麼突然 把人家關掉 爆炸聲響之大 附近居民嚇了好大一跳 接著屋內陷入一片漆黑 完全停電時間長達十幾分鐘 然而變電所火勢還是恆大 消防隊員持續拉水線灌救 事發在周日早上9點40分 北市文山區萬隆變電所 發生設備故障 突然爆炸起火 連帶下游的變電所和電塔 都出現問題 包括新北中和永和區 北市文山大安區 通通出現停電狀況 就突然一下就停電沒有電 然後再來就馬上一直問說 為什麼停電 為什麼停電這樣 很突然啊 因為也沒有通知 對 大概停個十幾分鐘吧 我們這邊停個十幾分鐘 立場接獲許多民眾陳情 也有很多人上網回報災情 因為突然停電 新北接獲24件電梯受困案 北市也有8件 消防隊緊急出動救援 許多住宅因為停電 導致供水異常 就連紅綠燈都失效 交通警察趕緊上街指揮交通 一場停電 十多分鐘惹出許多民怨 事故為何發生 還有在台電好好說清楚 這樣明白 記者林鄭君 在台北新北採訪報道 現在全球有得在 全面防堵新變異株Omocon 英國官方還公布了一項數據 如果打了兩劑AZ疫苗 對Omocon的只有10%保護力 國內醫師現在建議 只打一劑或兩劑AZ的人 接下來都應該要再打 莫德納 尤其是高風險族群 都要打第三劑 另外間隔時間也會從五個月 建議要縮短成三個月 最近AZ疫苗廠還推出一款 針對12歲以上使用的增進 不過這類的單株抗體 從臨床數據來看 保護力並不會顯著 受到Omocon影響 防護力至少還可以來到六個月 只是它的單價比較高 比較不利於一般民眾使用 Omocon新變種病毒 首度扣關臺灣而且都是突破性感染 不禁讓人懷疑現有疫苗 能不能有效抵抗Omocon AZ藥廠就研發出一款單株抗體 ACD7442的長效抗體組合療法 共12歲以上做使用 就通過美國緊急使用授權 根據臨床數據來看 保護力不會顯著受到Omocon影響 號稱能夠預防感染 保護力至少能夠長達六個月 國內要不要引進廣泛使用醫師 這麼看 面對新冠病毒不斷突變 英國官方更公布 對於Omocon的評估結果 發現打兩劑AZ的人 對Omocon的保護力只有10% 打兩劑BNT的人 對Omocon保護力只有40% 對此國內有一支發文呼籲 只打一劑AZ的人 接下來就去打莫德納 打兩劑AZ的人 也還是打莫德納 兩劑AZ後的莫德納 應該打全劑 至於打兩劑莫德納的人 第三劑打半劑就好 對於Omocon的超強傳染力 有專才建議應該縮短第三劑的 間隔時間 想有效抵禦變種病毒株 專家呼籲 還是儘快打滿兩劑疫苗 甚至追加第三劑加強針 才能避免威脅 記者做不到 烏魚大豐收 每年冬至前後10天 是捕撈烏魚最佳時機 在彰化的漁民 11號清晨出海 在西部外海就狂捕 6000尾的烏魚 算是今年全國最大豐收 捕獲當下還開心的 在船上高喊成功了 因為這6000尾的烏魚 母魚比例高 粗乎還可以進帳 160萬元 滿載而歸 還說他的老婆最開心 是最棒的年終獎金 漁船來到外海陸續收網 一圍圍比手臂還要粗的烏魚 堆滿甲板瓦跳跳 漁民拿起手機錄影 開心大喊成功了 張花漁民11號清晨出海 在西部外海捕捉烏魚 一抓就是6000尾 撐了今年全國最大一筆 上漁船回到溫仔漁港 不少老頭摩拳擦掌一早就在攤位前 排隊守候 搶買烏魚 你要幾位 魚卵嗎 買烏魚 一定要喊 養殖的東西我是比較不信任 民眾搶新鮮隨便一買 就是三圍起套 漁民表示受到大環境影響 今年台灣捕獲烏魚的約有20艘船 捕捉超過5000尾的只有兩艘 他很幸運一抓就是6000尾 出貨能進帳160萬 剛才在東映的南邊剛才有去滾 這漏蟻的 比例的話大概落在6成是母的 4成是公的 這個收益也比較好 老婆很開心 他每次都大豐收 他沒有讓我吃飯過 沒有讓你吃飯過 捕捞烏魚大豐收 黃昕瑜 明漢太太 忙著鯊魚 賣魚 即使再累也笑得何不龍嘴 過年前戲現金入袋 笑成是最好的年終獎金 辛苦了 完蛋了 借帶儒貌 長話唱不懂 外帶肉圓加辣 結果被加了一整碗的辣醬 正式民眾破文抱怨說 他到高雄鳳山要外帶肉圓 請老闆加辣的時候 可以多加一點點 沒想到老闆當場寄了一大堆 還趕快叫他停手 居然還背回 不是要多加一點點嗎 沒再客氣的 這樣的消費對話 也在網路上掀起討論 白白胖胖的肉圓 真好出爐 鮮嫩Q彈 淋上醬料 大口咬下好滿足 高雄鳳山老字號肉圓店 是不少韜客最愛 但卻有民眾買肉圓 買到滿滿辣醬 看看正常版肉圓 辣醬只有一點點 但民眾買到的 卻是整碗辣醬 紅通通 氣得PO文指控 外帶肉圓 請老闆辣椒多一點 對方卻故意擠了一堆 還挑釁地說 不是要多一點點 我沒再客氣的 離譜狀況 讓民眾氣得發文提醒 千萬不能請老闆多加醬料 就覺得太多了 會很不舒服吧 覺得只是好意見意 買肉圓 買到整碗辣醬狀況 引發熱議 有人附和老闆口氣很差 但也有人說羅生門 不過加這麼多辣醬 沒收費 有人覺得賺到 更喜歡多加一點的版本 正常像這樣 這麼多 如果我們家是這樣而已 如果知道醬汁太多 你更不好吃 我再重新做一份給你 而面對指控 員工出面澄清 更親自示範外帶流程 強調最近並未接貨客人反應 未來會多加注意 但辣醬加多少 真的不好拿捏 也提醒民眾可以額外包醬 想吃多辣 自己決定 記者五媒宣王秀城高雄報導 有機碟 有機碟 實際上有機碟 我會選擇 雷 有機碟 有機碟 那兩位 有機碟